那新北市民做一批民調 如果說不到一半 支持我參選 我就不選 你幫他擬稿 你幫他擬稿 台銘當時對於 吳敦義時代的提名程序 厲害哦 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善意上的邪惡國家 為了生存要無所不用其極 拿中國擠壓美國 拿美國擠壓中國 兩邊要走一走危險的槓桿片 台灣的生存機率會比較高 咱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老交情 有什麼不能談的 很多事情是你要幫我去跟對岸談 不是叫我去跟對岸自己處理 你們兩個有什麼共識我都遵行 你不要告訴我 叫我代表美國去打中國大陸 我代表中國大陸去修理美國 我就做不到 你是侯友誼 吳敦說你剛選上新北市市長 你看你跟這個 這個當年韓國瑜一樣要跳了 你怎麼耐打 你要不要教他 你有什麼方式 應該 我跟他不熟 不方便給他建議 但是我跟韓國瑜建議 你不要客氣 人討厭直接講 你就很簡單 就新北市民做一批民調 如果說不到一半 支持我參選 我就不選 奶奶的 蔡政彥你真是人討厭 早上你在黃偉翰節目講過這個 早上講的是韓國瑜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聽進去了 所以耐打都要強 那如果郭台銘呢 郭台銘人家說 你把國務黨罵了一下 怎麼貪污了 現在又要回去 他被人家攻擊了 他怎麼耐打 他要做補強的動作 他已經有講 當然道歉 他已經講過我年輕氣盛一時失察 可是這力道不夠 這個年輕其實人家聽起來不對 他不是年輕 對年紀稍長 那你要如果你幫他擬搞 你幫他擬搞 你能寫三本那麼大後書 你短暫講你會怎麼講 台銘當時對於 吳敦義時代的提名程序 有所誤解 因此在氣氛之下 對黨有一些錯誤的說法 我收回並表示誠摯的歉意 這環文漢節目裡面沒有 沒有可以講 可以可以厲害 人討厭或雜實 然後怎麼樣去跨越同溫層 找到一些其他要的 跨越同溫層的號召力 這是國民黨很差的一個地方 要跨越同溫層 你怎麼怎麼幫 如果國民黨問你這個問題呢 對不對 因為這個應該每一個人來設計 國民黨現在會問你 有時候會去找你問問題對不對 最近比較少 因為我講話比較烏鴉 你烏鴉很久了 你怕什麼 我的品牌是烏鴉牌 是有人要找你對不對 那現在這種打電話 不當面跟你談 你也知道 我有時候會比較忙一點 也不太方便 不會不會 因為怕你這個烏鴉 好繼續講 怎麼 國民黨怎麼去找同溫層外面的號召力 怎麼去增加這方面的力量 這個 實在是沒有一言難盡 要貼了魅 要量身尽重 一定要克制 因為我自己克制過 我們節目也沒辦法講那麼多 講一點好了 怎麼樣去增加這個同溫層外面 比如說像你 你以前 幫國民黨做文宣 跟旁邊來講 可是我發覺你現在 講話聽的人就比較多了 你的人討厭程度呢 還是一樣高 就是仇恨值降低的時候 對你有個態度 對 你出現一個態度 對 你那個態度呢是 臉還是笑笑的還是 比較誠懇 不要這樣子 往臉上貼 比較真實 沒有啊 討厭的人講實話 不光是我感覺 我也有朋友感覺 對 不是誇獎你就是跟你聊天這個事情 對啊 因為沒有負擔嘛 哦是這個因素 是啊沒有壓力嘛 哦 很重要 對 所以人不需要衝鋒憲政 所以人啊 所以人要找同溫層之外的號召力 對 或者是魅力的話 你就要忘掉自己本身的固執 沒有錯 身份等等等等 對對 國民黨要聽到啊 OK 好 另外一個 這個你講到說這個 呃 就是美國要毀滅台灣這個事情 是 結果主席朱立倫就說 就跟民黨講的方法一樣 就是就是謠言 你有受傷嗎 我沒有受傷 怎麼受傷 因為我發現 絕大多數選民站在我這邊 我覺得洋洋得意 你的意思是說 朱立倫是很多選民不站在他那邊嗎 確實是如此啊 烏鴉 啊 不是啊 你去看網路上都在罵他 美國可以做任何事情 可是別的國家 稍微強一點 不能做任何事情 可是就是這樣子啊 我的經歷 國際世界就是如此啊 第一次出國留學是哈佛大學念書的時候 嗯 我本來是對美國懷著無比的崇敬心情去的 那時候美國很強啊 對 可是我有印象中一個老師 嗯 就教我們一個原理 他說 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善意上的邪惡國家 我聽了當場沒有暈倒 我以為我的英文有沒有聽錯 建立在什麼 在善意之上的邪惡國家 然後他就開始講美國很多的重要的政治決策 那那位先生啊是最近非常有名氣 就是想修習底德陷阱的那位偉大的先生 這是我的老師 OK 專門講決策的道理 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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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是聽不太懂 嗯 後來看了很多的個案 我終於體會到 會這樣教美國的運作的 大概只有這種大牌教授才敢這樣教 我覺得美國以前還有點這樣的精神吧 當然是媒體啊 或者學校自由單位啊 對 修理起美國政府啊 或者媒體啊 或電影啊 講起美國那個underground 那個 那些一些 亂七八糟事件很敢講 對對對 不過他講的是一個學術研究 很具體的例證 對對對 可是說起來我也不知道 我我看了很多這種書啊 我覺得這個很 從大概 中國時代歐洲開始 一體系來講 歐美的一些 權勢都是這樣子 一隻眼半他們的貴族啊 他們這種叫 supremacy啊 這種至上白人主義啊 到後來 你看現在美國的門羅主義等等 對 都好像有 可是正是因為這樣子 我後來哈 我對美國的事情 看的就會相對的比其他 他留學美國回來的客觀很多 客觀很多 客觀很多 你最近對美國的問題啊 等等等等啊 談的也很多 對 我問你一個問題啊 假如你是蔡總統 嗯 你怎麼處理中美問題 我講不是蔡英文嗎 對 就有點蔡政員當總統 那是 已經超過了可以當總統的年紀了 我不是拜登 沒那個機會啊 不會 假如你是 假如我們講了 我們 我們假設性問題了 support 好玩嗎 我就會變得 處理現在中美 我會變得很奸詐 兩大 兩大之間 會變得很奸詐 台灣地位 對 拿中國 你不要變得很奸詐 你就奸詐一點很好啊 你奸詐很好人討厭嘛 不是 為了生存要無所不用其極 拿中國 去押美國 嗯 拿美國 去押中國 兩邊 要走一走 危險的槓桿平衡 台灣的生存機率 因為現在 美中的關係 我們台灣夾的中間是非常辛苦的 對 假如你是蔡總統 另外一個蔡總統 就是你自己 你怎麼面對這問題 這問題大家在問 說實在 就是你講的 我們必須小的地方要以致嘛 對 可是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 所以這是大家很 很焦慮的問題 那一焦慮的話 其實做很多事情就 就會沒有力氣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應該應該 你看 我們應該換個心情來講 用什麼心情去變這些挫敗 這些壓力 這些焦慮呢 走錯方向 走錯方向了 蔡總統的立場 說兩國互不隸屬 他如果多了一個前提 問題就會少很多 他如果說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祖國 但是我們現在互不隸屬的政權 我們可以坐下來好好商量 以維持台海的和平 那在這裡面 你不能怪我 什麼事都要找美國人參一角 講白了 因為這從1950年來 就一直是這樣的一個現況 對 所以你對我 美國也的確幫過台灣 對 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請你先行 把美國人處理好 再來跟我談 但是我想他也不會這樣講 也不敢這樣講 他表面上沒有這樣講 他事實上都在這麼做 大陸他也很清楚 他是在這麼做 中美框架底下的台灣問題 他們很做這種研究報告 跟美國一樣 咱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老交情 有什麼不能談的 很多事情是你要幫我去跟對岸談 不是叫我去跟對岸自己處理 你們兩個有什麼共識我都遵行 你不要告訴我 叫我 我代表美國去打中國大陸 我代表中國大陸去修理你美國 我就做不到 不過你知道現在台灣的老百姓 關心這樣子的問題的人 大部分的人是覺得 台灣大概有 就是你們講 百分之十對政治一點都不關心 就是不了解 民調顯示 甚至你們還開玩笑說 現在總統誰對有人 真的 民調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是蠻可悲的一件事情 中間選民是這樣子 對 那講回來 其實我們的總統最高領導者 其實負責外交好兩岸 或者是這個各方面來講 沒有對我們說話 你知道嗎 就像你公司老闆一樣 不是 你要對公司說話 他的老闆不是我們 雖然法律上好像是 對對對 他的老闆住在 華盛頓DC 要跟我們說話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否則現在大家在屋裡屋裡面 心情其實不好的 是很焦慮的 尤其很相信很多人 誰在意 對對 他只在意 在華盛頓DC的那些老闆 希望不是啦 但是 事實如此 事實如此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包某某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電 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